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反斗神音 故事一开始大明和大壮是两名飞行员 大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想恶作剧 于是围着大壮的飞机乱撞 结果意外导致空难 大明还算是比较幸运 当机立断弹出了降落伞 而大壮的伞却连人带飞机一头扎进了森林里 头盔上还被扎了好几根树叉子 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鹿一样滑稽 不巧的是它掉进的正好是一片狩猎林 就这样大壮被人当成鹿当场射杀 而大明身为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员 因为战友的死经常受到别人的买态 连带着自己的儿子小明也被人买态起来 小明因为受不了了 所以从海军部队来到了印第安部落隐居 这天海军首长找上门来 声称有一件重大任务需要小明去秘密执行 临走前小明去跟酋长打了声招呼 酋长让小明赶进去 回来的时候顺便给自己带节电池 这心大的也是没谁了 小明骑着摩托赶去报道 路上偶遇了一个骑马的美女 小明对他一见钟情 在看了会儿美女的表演后 小明继续上路 到军营后他遇到了两个奇葩摄友 一个是眼神不太好的小白 另一个则是大壮的儿子小壮 小壮因为父亲的死始终看小明不顺眼 小明也是不爽 你爸是被猎人打死的 有本事你去找猎人呢 那这原来这小白就是当年猎人的儿子 唱名一度有些尴尬 小明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怪毛病 那就是一听到有人提他的父亲 就会全身止不住的难受 这天小明去医院看心理医生 没想到这个医生就是自己那天遇到的马叔美女 小明决定要追求美女 却不知美女和小壮有点暧昧 在聚会上小明使出了浑身解数 用钢琴征服了美女 晚上两人相约来到宾馆 美女说自己有点热 小明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直接拿起培根和鸡蛋 把美女的肚子当成了铁板烧 就这样两人在床上吃了一碗山烤肉 第二天小明成功的睡过头了 与此同时小白偷偷代替小明去参加训练 驾驶战斗机的时候和其他队友相撞 追击后队友本来还没啥事 可惜在等救护车时被救护车撞到 结果当场嗝了屁 小明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骑晚了 所以想赔偿占有媳妇3000块钱 然而人家媳妇刚刚中了大奖300万 小明拿着3000块钱顿时觉得自己寒酸了 与此同时海军领导们也暴露出来了他们的本性 原来他们故意让心理有漏洞的小明参加行动 就是为了飞机出事 从而引进新装备捞油水 这件事情意外被美女知道美女将一切告诉了小明 然而小明却坚信自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终于在最后的战斗中 小明克服了听到父亲名字就难受的毛病 成为了战斗英雄 还顺便救下了一个同事 这里有一个非常报价的镜头 不得不提受重伤的同事在接受输血时深吸了一口气 结果直接把旁边的哥们洗成了人干 这个画面也被后来的许多无厘头